五个月内发生两起空难 737 MAX客机安全授权认证 是否存在猫腻 美国交通部对联邦航空局 启动了调查 详细的情况请于飞为我们介绍 好的 叶蓉 对埃塞试试客机两只黑匣子的分析 正在加紧进行 目前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 正在解析飞行数据记录仪内的数据 此前驾驶舱语音记录仪的数据 已经被成功导出 并且由法方移交给了埃塞方面 预计埃塞调查小组 内发布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 驾驶舱语音记录仪先获得解码 一名听过录音的埃塞方面人士透露 在客机起飞后不久 飞行员就向地面报告了控制问题 希望获得许可 以快速爬升至海拔4200米以上 也就是机场上空约2000米 随后客机以不同寻常的高速飞行 爬升不久后 飞行员紧急要求返航 但获得许可没过多久 客机就从雷达屏幕中消失了 逝者已已 生者如私 昨天埃塞俄比亚人 在亚迪斯亚贝巴的一座教堂内 为9名埃塞遇难者 举行了集体葬礼 由于遇难者遗体 辨认工作仍在进行中 遗事不得不采取空关下葬的形式 关内只有急捧 从空难事发地取来的教徒 这几空难中遇难者人数最多的是肯尼亚 16号肯尼亚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 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纪念活动 在鲜花的映衬下 32根蜡烛围成星形 代表生者对32名肯尼亚遇难者的哀思 由于辨认工作难度大 耗时长 目前还没有任何遇难者的身份得到确认 埃塞方面称 借助DNA信息 确认遇难者身份的工作 预计将持续6个月 目前埃塞方面已向遇难者家属 发放临时死亡证明 正式死亡证明将在两周内发放完毕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